這樣你會泡靈魂喔 欸 老闆我不會吃一個 我這樣煮我不是用 我這樣煮 你給他吃看 那個湯啦 那個雞飯倒了好了 那你要給靈魂喔 沒有 我這樣這樣不可以給靈魂 這樣差不多是貝魂啦 只有貝魂 這個只有貝魂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桑莉營養師 桑莉營養師 我是營養師他媽媽 我叫我阿媽 我是阿冠小姐 再來上班喔 大家好喔 阿嬤 我問你喔 你覺得他吃這個咖哩飯 蹦蹦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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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呵 你還要熬一句啊 阿姨有什麼不想念 蹦蹦蹦 咖哩咖哩 哇 這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咖哩 問你怎麼有咖哩吃的咖哩飯 咖哩飯我煮不是啦 我都煮雞肉飯 放在那裡叫人 那你怎麼會愛吃啊 會啦 那我會 等那兒子如果有在那裡 我就會煮啦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分享 減肥也能吃的咖哩飯 蛤啊 但是咖哩熱量很高嗎 對 一般人普遍都這樣認為 但是其實咖哩粉來講 它熱量並不高 它一般一罐喔 可能只有三四十大卡 煮大概三到四人份 你可能就頂多用個五六公克 大概不到十大卡 而且咖哩裡面營養素蠻豐富喔 有膳食纖維啊 微量元素啊 像是鈣啊 鎂啊 甲啊 鐵啊等等 除了這以外 你知道咖哩粉裡面最多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薑黃素啊 欸沒錯 那薑黃素也是一種很好的質化素 它可以幫助什麼 抗氧化 欸 抗氧化 抗發炎 欸 抗癌也是 肝臟代謝 對 預防失智 實體很厚厚喔 對 我知道它是 薑黃譬如說 你們要喝兩杯了啦 你要吃薑黃 喝了再上 所以就是肝臟代謝會比較順利嘛 所以酒精代謝也會比較好 那肝臟代謝好 其實對我們的血糖啊 血脂啊 都有很大的方法 那個薑黃這麼好是不是 對啊 所以其實平常也可以多吃啦 但是一般我們現在普遍 你印象中的咖哩都是什麼 咖哩塊啊 你是不是常常會去買 我就都買那個 我們也不會調啊 人家那個除了薑黃以外 它不是只有薑黃 它裡面其實喔 口即食種的那種喔 黑胡椒 黑漿 一大堆的辛香料 把它結合在一起 那你知道一般我們買的那個咖哩塊 如果煮一餐的話 你會用到多少 大概都用一半吧 我都用一半啊 一半就大概六百卡 蛤啊 我都認為還不夠 因為我的人心肝比較大 想要濃一點對不對 對 我都還會再把它剩下兩塊 全部用又太多 全部用就是一千兩百卡 而且你還不加飯的熱量喔 有些人還會煮什麼 炸豬排 然後整個一鍋有沒有 所以一盤下來咖哩飯 熱量破千是很容易的 真的假的 但是我們今天喔 是不是要跟大家分享 欸 減肥野人吃的咖哩飯 你可以嗎 極致料理王 蛤 他說要叫我 我不是印度人 欸 人在印度你給他看喔 他們全世界有調查 他們的失智症的人口 他們比例是最低的 跟他們常常吃薑黃 也有很大的 喔 他們三重啦 用我的方法教大家 把那個咖哩的熱量 降到最低 又很好吃啊 就讓我們看下去囉 極致料理王 現在要怎麼煮出 可以減肥也能吃的咖哩飯呢 重點喔 這個咖哩粉 你可以去買人家調好的 裡面有薑 有咖哩 有辣椒 有黑胡椒 還有一些辛香料 他們就會幫你弄到好 那妳要先來做什麼 先做這個靈魂人物 就是咖哩醬 那妳咖哩醬用了什麼材料 咖哩醬呢 我有用洋蔥 我是蔬食喔 不是素食 如果是吃全素的人 對 洋蔥不要用 然後因為我為了讓它 薑黃素更提高 因為這是春薑黃 品種是春薑黃 對 春薑黃 那因為它是顆粒的 我會把它壓碎 增加薑黃素 但也不能太多喔 太多它就會苦 大概兩顆三顆 這樣就夠了 我今天是用橄欖油 它的洋蔥比較多 可以多一點 多一點 它好香 它好軟不起來這樣 阿嬤 妳咖哩愛吃咖哩飯 蹦蹦蹦 後一句咧 咖哩茄茄茄 切得不夠心 這時候我自己個人啦 我會再加一點蒜末 蒜末 對 把它的那個 石化樹的辛香料有沒有 我把它提升 然後薑它本來就有了 有沒有那個蒜頭香氣就起來了 有夠香的呢 有沒有 一般做咖哩 洋蔥都要炒到 快要化黑掉有沒有 可能是個人啦 我比較不喜歡 我是把它炒到透 然後呢 溫度要控好 不要太高 有沒有大家這樣 有沒有 很透了 這時候 架薑黃粉 對 然後下薑黃粉的時候 記得要開小火 小火 然後來 然後來 記得喔 一定要很小火 因為我要做三火 這樣可能就不夠 你看這樣在25克 總共用了等於是 50公克嘛 對 然後這時候我會再加一點油 因為薑黃 一定要加油下去炒 真的要小火 不要再大火 你如果大火它就會炒 煸到它的那個香氣 有沒有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啊 比如說豆蔻 薑 它有薑黃 然後 陳皮 馬芹 葫蘆巴 肉豆蔻 肉桂 茴香 紅辣椒 薑 丁香 八角 小豆蔻 乾草 黑胡椒 對啊 你看這麼多 其實都是辛香料 它這個是純正印度咖哩粉 但是原產地是日本奇遇縣 所以是日本做的純正印度咖哩粉 我就是有一次 想說把它加醬油膏 其他的通通不用加 真的很好吃 那加多少量 大概70 快80吧 我把它加下來炒一下 來 咖哩粉加醬油膏喔 可以這樣喔 這是我花米的 這時候呢 我會加雞膏湯了 雞膏湯下去 喔 這樣就有勾勾的感覺 哇 這個真的是不能太大火 你大火就已經 一定是要很小火 你如果在煮這種 然後我加雞膏湯來 我要慢慢加了 因為這邊是要三份 這樣就有咖哩湯了 嗯 其實你若要加雞膏湯 它也是有咖哩的 嗯 也不是都沒有咖哩啊 你吃看看 那是鹹 鹹沒咖 太鹹了 太鹹了 嗯 我再把它弄一點那個水 現在滾了嘛 滾了 我要讓它熬一下 加鮮 嗯 現在要來先炒蒟蒻米 喔 低熱量的咖哩飯 的飯 你用了蒟蒻飯是不是 對 我用它 這樣又可以降低熱量 嗯 增加膳食纖維 對 那所以你就是 蛋炒飯就對了 對 飯又增加了蛋白質 嗯 最主要我們的那個 蒟蒻米 它不會成形 你懂嗎 為什麼 我沒有炒了一炒 蛋 洋蔥 嗯 喔那飯也是一個重點嘛 你如果蒟蒻米 它永遠是一顆一顆的 它不會狗而已 蒟蒻的特性 這樣加70大卡 對啊 如果你是白飯 大概就是280大卡 你今天用了兩包 嗯 加一點點鹽巴 這是可以好 這塊它就這樣炒了 它其實很快就可以起來了 它原本打開就可以吃了 對啊 然後黑胡椒 還要一點油膏 那個就好了 蔥花 可以炒飯的嗎 就絕對可以炒除 裡頭 就像這個而已 它不會去夾鍋子 那邊炒飯 燙齁 怎麼樣怎麼樣 好吃嗎 太香 太香喔 現在要煎雞腿 好 雞腿的算是熱量比較高 對 那更低熱量可以用雞胸 雞胸稍微煎一下 因為我今天想吃雞腿 不要吃雞胸 所以呢 雞皮擦乾朝下 不用加油 這個稍微擦滷一下 嗯 來 就把它放下來 嗯 這樣就好了 好 然後到時候再翻面就好 對 讓它煎到焦焦的時候 然後這時候再把它加一點鹽巴 好 人家餒 現在要來煎了 有嗎 嗯 喔喔喔喔 哇 焦焦就這樣 焦也會出油 對啊 對啊 現在我都沒有加油 把它就要再滴出來了 這樣你就不用加 加一點油 就滴頭 然後再滴一滴 稍微蓋勾乾一下 讓它燜一下 來雞腿煎好了 哇 這樣就好了 真的 你看喔 都沒有加油 熟了 哇 它還在滴油 你看滴湯汁 這隻雞腿超好吃的 你看 我要吃雞胸 我要吃雞胸 這一道要做什麼呢 做那個 海鮮 真正的低熱量 對 就是這個 蝦子 你用了今天這個蝦很大尾 他說是野生的草蝦 然後另外用了一個也是花枝 花枝 這是真正低熱量 剛剛那個雞腿還有點高 沒關係啦 也要有低也有高的 減肥也能吃的 對 然後 它的頭 不要丟掉 我先給你們買就好 要你們吃的人 有 海鮮咖哩 然後它一共有七隻 你說七隻就多少錢 五六百八 好豪華 好奢喔 我要不給它買一般的蝦 它今天沒有 他說我今天只有這個野生的 因為你要拍片啊 好 你知道我們拍片成本多高 你知道嗎 平常沒有在買啦 對不對 那時候也有在打瓶 然後我會加一點點 米酒去腥味 對 其實有時候這種炒蝦 會有這種明蝦 會比龍蝦還好吃 對 對不對 如果不要讓它Q起來 洗啦 那邊要切 直接把它斷進 好 這不能煎太熟對不對 這剛剛好就好 好 那煎的喔 它的蝦是會香很多 它肉已經熟了 不要讓它太熟了 你聽我 那因為都是原味的東西 也是要有新鮮啦 那有新鮮就是好吃 其實不用任何的什麼調味料 我只是加一點米酒 把它氣腥味 那我也沒有用油 喔 這可以不用油是不是 可以啊 哇 那這個真的是很低熱量 嗯 然後蛋白質又高 對 這個真的是在減脂的時候 可以吃喔 有沒有 這這樣炒炒的就好了 這稍微 這也很快對不對 那個熟一下 就沾咖哩的味道就好 也不用加鹽 這個也是那個鹽咖哩的 對啊 然後你要找那個信用的店家就對了 嗯 也不要去買到泡藥水的 也是會有喔 其實你這樣吃就很好吃了 還是我們那個新鮮的哇沙咖哩 這樣子就OK了 耶 好 好 第三道要準備什麼呢 蔬食 或者是說 如果你們有吃素的話 你就把現象料拿掉 那我今天做的是蔬食喔 不是蔬食 蔬食 因為我有用到五辛素 就不能算 不是全素啦 對 先講一句 那你用了什麼材料 我用豆皮的話 就是蛋白質 蛋白質 碳水的話 我用了紅地道 黃地道算是澱粉類的 它蛋白質含量也不低啦 其他的比如說 角白筍 四季豆 美白菇 甜椒 糯米椒 這個用油脂再好吃 好 所以你是要稍微煎一下 對 對 我現在呢 要先煎豆皮 然後現在這旁邊水滾了對不對 我的四季豆可以先下來 角白筍 加一點點鹽包 豆皮 我沒有加蛋了 這個也要加一點鹽包 雖然咖哩很有味道 但是你如果它沒有加 你也是吃起來 那種鹹鹹的 嗯 蔬食 或者是素食 最主要的蛋白質 來源就是豆漬皮 豆漬皮 像豆皮啊 豆腐啊 豆干這一類都蠻不錯的 煎個脆脆香香的 你不要讓它想 那裡也不好吃 有沒有 脆脆的 那你如果冰塊加進去 可能這樣酥酥啊 是不是比較好吃 最好是可以用炸的對不對 對 下次你可以這種 可以試試看用那個 氣炸鍋 可以啊 你就直接放進去 這樣烤出來丟進去這樣 對 可以 就這樣OK 來 這個給它炒一下 對啊 這個也可以氣炸對不對 這個應該也可以 嗯 你看我也沒有用油啊 嗯 你看食材 如果你這樣做 它沒有一點點的鹽巴 它沒有一點點的鹽巴 它的食材 其實它的靈魂就不會出來 原材 原材 這樣就熟了 你吃看看 好不好 嗯 可以 這樣可以 要經過它 呵呵 來 這個糯米椒 糯米椒是油量要最多的 嗯 最多的 其他都很熟 應該是不要用糯米椒 記得不要用它 糯米椒是會讓你熱量變高 對 所以如果油炸下去就好了 你這個橄欖油的那個味道 不會很重對不對 對 這一瓶橄欖油很好喔 它是羅馬的 只有一瓶給我 它的味道不會很嗆 嗯 我跟你說它這個要加多油 然後要把它攪拌一攪拌 弄掉 弄掉這樣 然後呢 因為糯米椒它要比較久 它才會軟掉 軟掉會比較好吃 然後我這個紅椒甜椒 我稍微把它過 其實它不用也沒關係 剛好這邊有這個油 用一點水就要沾沾沾 等一下 這個 這個 阿嬤說的用一點水 這樣很漂亮 再淋上咖哩這樣 哇 對 就這樣子 黃色的 有沒有 好 另外再有一個撇步 就是油水 然後把它煮軟 然後把它水加下去 還好 這樣很軟 嗯 然後讓它油水 這樣子會比較快 然後呢讓它油水煮起來 它就軟了 喔 就這樣喔 對 待會兒這個 冷的時候 這個麵把它拌起來 這樣這個裡面比較好吃 就可以直接吃 對 再來咧 再來喔 因為它是碳水 我這樣喔 稍微塑形 對了 我會把它打成泥 剛剛打完嘛 現在要來煎 先去刻板 跟這個黃帝都一起混 嗯 對 增加它的蛋白質 增加它的蛋白質 這樣做好會喔 然後是小火 我的起司刀在公司 雖然妳用跑刀 對 我用跑刀 對 就要想辦法 這熱量又變高了喔 啊沒有啊 就鹽分啊 好 比較香氣啊 這個聞起來很臭啊 可是它吃起來很香 對 有沒有有香香嗎 比較香啦 這煮豆瓦煮嘛 該好吃 豆瓦煮 你煮豆瓦煮 你怎麼煮豆瓦煮 煮豆瓦煮 泡軟下去喔 好清潔耶 我的鹽巴喔 因為它是那個什麼 粗粒的 那個細緻的還沒來 你吃看有鹹鹹嗎 這樣還可以嗎 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嗯 哇嗚 這蔬食的碳水 有些人是加飯 那你吃這個也不錯喔 我們即將進入最後步驟 對 最後步驟呢 因為我的咖哩醬已經熬好了 可是呢 它為什麼不會像人家醜醜的 嗯 因為我們裡面沒有加澱粉 嗯 沒有勾芡 沒有勾芡 所以呢 為了要讓它可以 勾勾這樣 我用了馬鈴薯 喔 用這個下去勾芡 對 因為我剛才煮這個 裡面還有渣渣 那我會把它過濾 再把它用果汁劑 再把它打過 嗯 讓它比較柔勒 這樣有沒有 過濾 過濾 喔 因為你今天洋蔥切得不夠細 對 那你如果這樣吃起來 是不是 芥末 對 這都是洋蔥啦 有沒有 芥末 對不對 馬鈴薯我會把它加下來 再加馬鈴薯喔 然後勾芡啊 把它當成是勾芡啊 等你不夠再再來 沒炸電 沒炸電 炸肥湯 哈哈哈哈 噢 要不夠 可以耶 可以喔 你給它看 很醜耶 對啊 有沒有人在先帶 喔 下去喔 再切一顆 有耶 有耶 感覺是比較 比較勾喔 嗯 不然你來看 剛才 改水性啦 把它加牛奶 它就不會 那都鹹滑滑的 阿嬤怕辣 這樣你會泡靈魂喔 嗯 然後我不會吃 他說 我這樣煮 我不是用 我這樣煮 這樣你要給靈魂喔 哈哈哈哈 你給它吃看看 阿嬤 再吃一次 喔 吃看看 不會 燙喔 這樣會鹹 來香啦 這樣會鹹 太鹹喔 不會啦 不會鹹啊 要加飯 倒就好了 這要加飯的啊 它不會咧 不會太鹹 膠盆就可以了 有沒有 它就醜起來了 有沒有 真的耶 滾起來了 嗯 你要看 我起味太棒了 啊 你要給靈魂喔 沒有 這個啊 我們不可以給靈魂 阿嬤 真好厲害喔 連假斑你喔 欸 你剛才說 從門口就聞到味道了 對… 這個 我有多看你嗎 咖哩味 全部都是啦 咖哩去印度有感覺 就像印度而已 我說我行中嗎 哈哈哈哈 我們今天總共做了三種啊 這個是蔬食的 蔬食的碳水就用了這個黃帝豆 然後又摻了一點蛋 蛋白質來源就是豆皮 我覺得豆皮可以再更多一點 這個是咖哩飯 然後用了雞腿 但如果你要熱量更低的話 可以用雞胸肉 像這個 這個我是也滿推薦的 你真的在控制熱量 在減脂期間 真的是可以吃這個 因為它裡面都是白肉嘛 有蝦仁 花枝 還有用了什麼 蒟蒻麵 那熱量也很低 那蒟蒻麵其實平常沒什麼味道嘛 但是 欸 它加了咖哩 就變成是咖哩麵 你要吻咖哩嗎 一頂就好了 阿嬤先 一頂你不是說要打靈魂 給阿嬤吃吃看看 好 給一頂 那一頂你不是說要 那香糖 透抽 那你怎麼會有藍麵喔 有啊 當然你們今天看到的是 因為阿嬤準備了好多道啦 一次有麵啊 有飯啊 有蔬食 今天用的那個咖哩粉 稍微多了一些 那其實你平常可以不用用那麼多啦 大概用了15公克 就OK了 就可以煮那麼多分量 吃看看啦 比較鹹 鹹 沒有 有的那個咖哩粉有多了一點 不會 這樣吃起來我只是覺得還好 本來就是要越濃越好啊 你去印度吃咖哩這種味道 對啊就是要的 怎樣 一分到十分 你要給他幾分 兩分 這差不多八分啦 這有八分 對啊 每一頂都很新鮮耶 你怎麼會做這樣 來講飯裡了 覺得吃得怎麼樣 喔這個比我去印度吃更好吃 今天很會生存喔 阿嬤要好吃 他想要活下去 好那今天就是我們影片分享喔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 按讚留言加分享還要訂閱 還要記得 開啟 點鈴鐺 阿嬤 砰砰砰 砰砰砰 咖哩嘩嘩 這金龜啦 說新品種的無稚的金龜啦 無稚喔 對 無稚 哇 還好甜耶 甜還沒鬆啦 甜啦 比較水啦 對啊 比較水喔 五指南瓜